Hello,大家好,这里是Dr.Lay的office 今天呢,我们看一个18岁男孩子的案例 它特别高,大概有多高呢?2米 它基本上都是我们的手术床都放不下它 我怎么知道呢?因为我做这个手术 现在呢,我们看到的是它术后5个星期的效果图 我们能看到非常自然 因为它的高度呢,它是一直是来到往下看的 所以我们的测量就要非常的准确 不能给它做得太大,也不能做得太小 就是要正正好好试给它自然的一个小的双眼皮的状态 现在看起来一切都很好 但是呢,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候,它出过一点小问题 就像现在这里看到的,它有过真菌的感染 这种真菌感染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在术后缝线上涂的软膏呢 会在周围产生一个湿润的环境 这种湿润的环境会滋生真菌的产生 但是这种真菌感染并不会影响术后的效果 如果要特意避免它的发生呢 那就每天用白水里面沾一点醋 擦一擦就不会发生了 现在是我们能看到术前和术后一个比较直观的效果图 我们能看到她的眼睛非常的自圆 除了有一些手术痕迹 然后非常符合她的眼型 她自己和她的家人都对这个手术结果很满意 这里是Docley的Office,感谢观看